一回到台北隔離14天 真的手機是一個禍害 因為現在手機刷一刷 你就會被燒到 你知道嗎 開始網購購物 就是很crazy Hello自由18 iStyle 大家好我是Melody 很開心在這裡見到大家 我覺得我起死為生了 防疫期間媽媽們都很辛苦 因為小孩都在家裡 大家就是過了一個很長 然後很珍貴的一個暑假 那今天小朋友都可以安全的入校 其實我們每個媽媽都很開心 說到最瘋狂的事情 飛回LA 因為大家都lockdown 然後那個時候又正好碰到家裡有一些事情 那我想說那我就回娘家看吧 然後坐飛機其實很緊張 因為那時候就是新聞啊什麼的 然後大家都是全部武裝 但是很開心我做了這個決定 因為我真的是有空在那邊陪伴他們 因為我買了很多東西了 衣服啊包包啊鞋子啊 那衣服包包鞋子我都告訴我自己說 You know 是為了工作這樣子 雖然工作好像都沒有穿到我自己的衣服 那也沒有特別瘋狂 就是本來以為說不買了 然後突然間在隔離14天就買很多 我就好像把這三個月沒有買了全部都買齊了這樣子 因為我已經復學會復了很多年了 所以不太會買到就是不喜歡 我覺得美式風格已經有我了 那K-pop他們現在已經有了 我希望他們以後可以走法式風格 因為我覺得像你看Fred他整個那個很優雅 他每一個collection就像我現在手上戴的這個force 10一樣 就是他很低調 然後就是很精緻 然後很有氣質 我希望他們可以這樣子 其實Fred這個品牌他非常的可愛 然後其實他也是有歷史文化的 那他裡面呢有三種系列 那他的系列剛剛我有帶了一款叫Pretty Woman 其實他就是麻雀變鳳凰 Julia Roberts在裡面戴的那個紅臂型的一個項鍊 他的那個所有的設計呢都是用心來做成的 所以就是說心心相應 看什麼樣的愛情適合什麼樣的不同樣的couple這樣子 然後他也有另外一個叫做Chance Infinity 像剛剛我戴的手環啊戒指啊 它就是Love Infinity的意思 因為whatever whatever我有出衣服 我有出視頻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分享一些穿搭 那珠寶我也很OK 因為其實我覺得像Fred這樣子品牌 還這麼優雅這麼有歷史文化的珠寶 我們不要把它想像好像 喔我買這些珠寶一定要有一個活動 或是一定要有個特別的節日 我才能夠配戴它 其實珠寶它就是融入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當作everyday的搭配 不要認為說喔因為它是一個珠寶 所以我不好駕馭它 其實Fred這樣子的品牌是非常好駕馭的 來吧 這些準備好東西 再買一個小吃 我們看到你的包裝 然後看這個東西 然後看好 再來兩下個東西 看到這個東西